当电视机前的宁在跨年夜和亲朋好友一起欣赏烟花的时候 香港人的心情就有些不一样了 当地的民间人权阵线号召香港市民在元旦走上街头 除了再次表明他们对五大诉求的坚持 也反对政府为警队加薪 至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有发表新年谈话 内容自然也提到了香港目前的局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跨年夜前发表新年谈话 她说香港在2019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香港政府承认在制度上的不足和社会多年来积累的深层矛盾 但她相信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作为行政长官 我宅无旁派 我会虚心聆听 为社会尋找出路 过程中 我们也会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 和维护发展这个核心价值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新年谈话中提到 澳门有今天的繁荣 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的 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中国人民的欺骗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 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 真诚希望香港好 香港同胞好 纵使社会动荡 香港的跨年夜还是如期上演 3 1 1 不过却跟往年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大批示威者聚集在维多利亚港 高举横幅 大喊口号 有着一海之隔的中环 也看到大批示威者的踪迹 警方为了驱散人群被迫发射催泪弹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至于香港政府也出于安全考量 临时取消了大型的跨年烟花秀 改用规模比较小的灯光秀取备